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沃泰华对媒体回应表示 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曾在加拿大存在过的悲剧 在BC省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 发现215具儿童遗骸的悲剧并非例外或孤立事件 加拿大政府将为寄宿学校幸存者们提供更多支援 并讨论支持幸存者们的具体措施 发现儿童遗骸的甘露市Camploops印第安人寄宿学校 曾是BC省最大的寄宿学校 于1890年至1969年运作 而这215名孩子的死亡从未获官方记录 此事引发加拿大社会舆论震动 连日来 加拿大各地民众以不同形式挨到215名不幸的孩童 沃泰华 多伦多等地宣布降半期215个小时 在沃泰华国会山的长明火焰旁 在多伦多市中心 在甘露市寄宿学校旧址的幸存者纪念碑前 人们已放置215双铜鞋或玩具 献上鲜花 留言卡等方式进行哀悼 在爱德华王子岛下洛特敦市 原住民社区在加拿大联邦缔造者之一 首任总理麦克唐纳雕像前 举行遇难孩童的追思活动 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正式始于麦克唐纳当政时期 BC省部分教师也于本周穿着橙色衣服 悼念着215个儿童 身着橙色衣服是大家表现团结 集体高公众 认识过去原住民寄宿学校 带来何种影响的一种常见方式 此外 温哥华多个地标建筑 包括BC体育馆 罗扎市体育馆和加拿大广场 周一晚也亮起晨光悼念 BC省教师联会主席莫宁表示 现在是采取更多行动的时候 不仅仅是通过政策和呼吁 而是实际行动起来 目前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 将为原住民寄宿学校受害者与幸存者 设立法定纪念日 各反对党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努力 揭示更多真相 寻求与原住民的和解 有舆论声音要求当时负责经营寄宿学校的 天主教会做出道歉 加拿大天主教主教会议 在一份声明中承诺会与原住民社区相向而行 寻求疗愈与和解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厄太华对媒体回应表示 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曾经在加拿大存在过的悲剧 在BC省原住民寄宿学校旧指 发现的215具儿童遗骇的悲剧 并非例外或孤立事件 加拿大政府将为寄宿学校行传者们提供更多支援 并讨论支持行传者们的具体措施 发现儿童残骑的金路士 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曾经在BC省最大的寄宿学校 于1890年至1969年运作 而这215名儿童的死亡从未获得官方记录 此事引起加拿大社会舆论震动 连日来加拿大各地民众以不同的形式 哀悟215名不幸的孩童 厄太华多人多等地宣布降半期215小时 在厄太华角会山的长明火焰旁 在多人多市中心 在金路士技术学校救指的行传者纪念碑前 人们以放置215箱童鞋或玩具 献上鲜花、留言卡等方式进行哀悼 在俄德华王子岛夏洛特敦市 原住民社区在加拿大联邦剃造者之一 首任总理默克唐立雕像前举行与懒鞋童的追思活动 原住民技术学校制度正是始于默克唐立当政时期 毕斯省部分教师都于本周穿着橙色衣 悼念这215个儿童 新穿着橙色衣是大家表现团结 及提高公众认识过去原住民技术学校 带来何种影响的一种常见方式 此外温哥华多个地标建筑 包括毕斯体育馆、罗渣士体育馆和加拿大广场 星期一晚上都亮起橙缸悼念 毕斯省教师联会主席莫玲表示 现在是采取更多行动的时候 不仅是通过政策和呼吁而是实际行动起来 目前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 将为原住民技术学校受害者遇行全者设立法定纪念日 各反对党要求联邦政府加快努力 揭示更多真相 寻求与原住民的和解 有舆论声音要求当时负责经营技术学校的天主教会作出道歉 加拿大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一份声明中承诺 会与原住民社区相向而行 寻求疗愈和和解